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耶圣经的上面编排的方式 而是按照他们写作的日期的前后事期来讲 所以今天我们讲保罗的书信 不是从罗马书开始讲 而是从加拉太书 因为这是保罗写的第一本书信 在我们开始讲加拉太书之前 还是一样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上回我们讲的保罗的生平 那我们时候保罗的生平 大概跟主耶稣基督过世之后 他马上几乎过了几年 他就接手上来 因为他在往大马四个的路上 归信的主 然后有几次四次的宣教 然后最后在六十多年的时候 是以信赖于罗马 那我们说新耶书信总共有27本经文 那里面有13本是保罗的书信 当然也有人讲说14本 因为这里面包括西伯来书 所以如果14本的话 那就超过50% 是保罗所写的 那13本的话 大概占48% 那保罗是第一个最早 用书信方式把这个基督教教育 记载下来的人 那也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保罗的书信 在其他使徒写 不管是福音书 或者是写其他的经文之前 都已经有听过 或者看过保罗的经文 写的书信 所以保罗对大家影响 其实上是非常非常深厉 所以在以教义这方面来说的话 保罗可以说是在主耶稣基督之外 对基督教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那我们上回在讲保罗的书信的时候 保罗生平的时候 有稍微讲了一下 保罗在什么地方 哪一年写的书信 那我就把它整理 列表在这里 从加拉太书信 在公元前49年开始 一直到64年左右 他写了提头书跟提摩太后书 那这个就是整个他 写书信的前后世纪 那我会按照这个 程序这样来跟大家来谈这个主日学 所以如果大家准备的话 可能可以按照这个次序 在家里面先研读 到时候我们来讲主日学 大家就会听得比较多一点 听得比较容易一点 加拉太书的写作呢 作者当然是保罗 写作年代大概在公元前49年 他是写作的地方是在叙利亚的安提亚教 那他写作对象是给这个加拉太地区的教会 所以就为什么取名叫加拉太书 他说是第一封 而且是在公元49年时候写的这种说法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 来做我们主日学的讲解 那他写作目的 主要是为自己辩护 同时也辩护自己所传的福音的正确性 同时他也要指出来 其他的犹太基督徒 他们所错误的那种教导 最终是在这一封书信里面 他第一次开始提出一个观点 叫做阴性称义的教育 同时也指出来 立法是有他的局限性 这个加拉太书的大纲 基本上可以分成好几个类别 但是在第一章一开始 他主要是在为自己的使徒的指纹 跟传福音的前辩来辩护 最后再来他就开始来讲 恩典福音的内容 跟证明恩典福音是唯一得救的图鉴 就开始就讲到信心的 因性正义的问题 那再来他就会讲说 因为恩典福音所产生的结果 是讲让人脱离这个律法的控制 在恩典里面能够过得自由的生活 那最后呢 大家就可以得到圣灵降临 过得有圣灵带领的生活 那整个这个加拉太书写作的背景 事实上是在面对一个内外 基督徒面临的一个内外冲突的 社会状态之下形成的 那基督徒早期是当然受到 这个犹太教当前派的压迫 那当然也受到各地有一些 不支持这个马上的教派人的 犹太人的压迫 那当然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也看到 有些外族人因为他们 这个受到基督教的关系 然后影响他们的财路 或者是影响他们对宗派 宗教里面的祭祀 因为宗教祭祀基本上就是一个 经济财源的来源 所以他们财路被挡 有些外族人也会反对 那到更后来的时候 到公元六十多年的时候 这个尼路皇帝开始第一次 大规模的打压这个基督徒 然后最后来又有很多皇帝 开始打压 但是这个是比较后期的事情 这个同时呢 基督徒内部也开始了有一些冲突 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 事实上就有看到 讲希腊语的跟讲亚兰文的 就是巴勒斯坦当地的基督徒 这之间事实上在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就看出来有一些冲突 所以后来他们组织了一个七人小组 那由十几分来做领导 所以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 犹太人的信徒 他们基本上有个习惯的 外族的信徒 外族人的信徒要接受 就你遵守这犹太人的传统 那到后来另外一种冲突 就是外族的信徒 自己本身就又产生出来 他对这个基督徒身份 还有福音的解释 不同的解释 这个就造成一些错误的信仰 比如像诺斯迪派 就是另外一个例子 所以这就是基督徒 信徒内部也有一些冲突 这个是加拿太书写作当时的一些背景 保罗在写这个加拿太书里面 他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是在开始传道 14年之后就写了这封信 他在公元35年的时候归族 开始传道 然后到49年写这封信 刚刚就是14年 主要就我们讲的 就在解决这个教会 他的书写其实大部分都是 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 或者一些信仰教育上的问题 或者是恢复这个外族 文化、习俗、道德、生活方式 跟基督福音上的一些冲突 这都让他保罗书信的一个重点 那以加拿太书来讲的话 他真正的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很多这么问题 他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是针对教会内部的问题 而且更专注一点是 针对犹太信徒 犹太的信徒要求外族信徒 要接受犹太教传统 然后同时改变他们的信仰的方式 那这个就是保罗要真正要解决的 一个主要的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很大 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犹太人基督徒 对这个基督福音的一个解释 大概是怎么样子 为什么他们会要求外族人来做 接受这个立法 基本上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 他们会把它看作一个基督教的运动 是一种所谓开放式的犹太教的运动 意思就是说从犹太教来接纳 除了犹太人之外的外族人 所以也是所谓的外邦人 所以这过程就讲 就是犹太人要接纳这外邦人 那他们要接纳这外邦人 他们就先看自己 犹太人他们信这个神的信徒 为什么 因为最早是犹太人是所谓的神的显明 他们受神的检选 受神的检选就进入了神的恩典 就是可以称义 然后最后得到圣灵 就得救 这是他的一条路 在更晚期的时候 到了摩西的时候 神就颁布了律法 这律法的作用是 就帮助犹太人能够这样 让他们留在恩典里头 维持一个义人称义的状态 那这个是犹太人对这个神 基督教福音的真正的解释 所以他们认为 如果外族人 外邦人要来信神 要来信教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 它就是进行割礼 因为割礼是犹太人的 一个基本的礼仪 你要做犹太人 男生一定要经过割礼 当然在非洲有些国家 有些国家 他们连女生都进行割礼 所以割礼基本上是 把一个非犹太人 变成是犹太人的一种所需 所以你如果变成犹太人 那你就按照犹太人 信神的过程 那就没话讲 就不会有问题 那他们这样的话 基督徒本身也不会受到 也不会受到传统犹太人的排斥 所以这是犹太化福音的 真正的由来 所以他们就要求 外邦人应该接受 立法版的福音 这个犹太化的信徒 一般在英文上 有个名字叫Judizer 他们这些人 就是一些什么 就主张基督福音 犹太化的犹太信徒 犹太化就是基本上 接受立法 那这些人主要都是讲 他是以耶路撒冷的教会为基地 然后他们就向外宣传 传扬这个犹太化的基督的福音 那当年呢 我们在《数字行传》的时候 有跟他介绍过 当年在耶路撒冷 主持这个教会总会的 是耶稣基督的弟弟 就兄弟 就雅各 雅各有名叫公义者 或者政治者 为什么 因为他为人正直 然后非常坚持 严守这个神的公义教导 而且严守律法 这个非常有名 包括连一般的犹太人 都非常尊重他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保罗呢 就称这些Judizer 就是主张犹太化的信徒 叫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这在加勒太书二章的十二节 同时他又称他们所传的 叫什么 别的福音 这在加勒太书一章的六节 他就提到这个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保罗 那保罗传这个福音又是什么 跟他们不一样 因为保罗说 人被称义 可以读就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信了神 或是信神在人间的但一人 就是基督耶稣 所以 所以以保罗来讲 他认为外族人跟犹太人 我所谓新犹太人 就是当时的犹太人 是可以借着信基督耶稣 然后就可以得到 进入神的恩典 然后得到圣灵 也就是得救 在神的恩典里面 当然就是被称义 在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 那些犹太人怎么办呢 怎么来 得救呢 那他们就按照 像本来犹太人他们的观念 就是犹太人 救的犹太人 他们本身是受神检险 所以他们就信神 就可以进入神的恩典 得到圣灵 但是神后来 也藉由摩西 颁布了这个立法 对不对 但是立法的作用 就是主是罪过的事件 他事实上是有时间性的 这个是在保罗的观念里面 那这一观念就跟 作为犹太化 犹太人信徒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别的福音 这就是那些犹太化 就立法化福音的 这个福音跟保罗福音的差异 到底在哪里 福音犹太化的人认为 保罗对外族人 传扬是一个错误的福音 他们对保罗建议的外族的教会 他们就拼命到达各地方去 就教导他们这个立法版的福音 就犹太化的福音 然后纠正这些信徒 外邦的信徒 外族人的信徒 不要信保罗所传的福音 而要信他们所谓的 犹太化版的福音 或是立法版的福音 立法版的福音 就是我们等下会来谈 同时 他们也会对保罗 向了很多挑战 第一个 他们说保罗所传的福音 是不正确的 因为他不是从神来的 同时保罗所传的福音 也没有得到总会 对耶路撒冷的认可 这是在福音外面 那再来呢 对保罗的资格 起了很大的挑战 那说保罗不是耶稣的使徒 保罗事实上也没有得到 耶路撒冷总会的支持 更不要说他不是使徒 这个对保罗来讲 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福音犹太化人的执意 保罗不计对外宣教的身份 跟资格 因为他 犹太总 耶路撒冷总会不支持他 所以如果我们反过头来看 保罗是不是一个使徒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执意 很致命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保罗一开始就不是耶稣所挑的 十二使徒之一 他同时也不是众使徒 互相显出来 因为后来犹大自杀死了 他们就显出了玛吉亚 对不对 抓究 然后显出了玛吉亚 保罗甚至也不是众使徒 互相显出来的 所以这些旧呆者 就对保罗有一个很大的执意 就是你怎么可以自己 妄称自己是使徒 然后就要来宣教 来穿用福音 你穿用到你是什么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关键的质疑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保罗就急着要赶快来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所以当他在写这个加赖泰书信的时候 我们可以注意到 保罗写的这一封加赖泰书 他没有按照一般正统的第一世纪 书信的格式 先问安 然后再来证文 然后再来祈福祷告 他一开始这样 事实上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他一开始这样 马上就开始反驳 甚至从第一句话就开始反驳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 这个在加拿大书的一章的一节 他就这样 他说 我是借着耶稣基督 也是你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是借着耶稣基督还借着父神 还当作神的主耶稣基督的使徒 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一节 换句话说在加拿大书的第一句话 他就这样讲 他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知道在那个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二十节 这个就讲述了这个神 选利保罗 就是主 选利保罗为使徒的经过 在九章的书五节到十六节里面 就有讲 他说 他 就跟那个 安利尼亚 要让安利尼亚去帮 医治保罗下演的过程 他就告诉他说 保罗他 主耶稣选择保罗要做的事情 他说 他就是保罗 是我 我就是主耶稣基督所 所简显的器女 要在外邦人和今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 向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必须受很多苦难 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 就这样讲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话 事实上来讲 做这个佐证 是非常好的一个佐证 对不对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样 保罗写这个 写这个加拿泰书的时候 是公元四十九年 所属于行传 是要到一直 在公元七十几年的时候 才 路加他把他写出来 这之间的 差了将近二十多年 所以保罗 没有其他人的文书 或书信可以来证明说 他是主耶稣基督 所挑选的使徒 那所以怎么办 他需要来证明 他自己是 使徒的身份 而且他也要证明 他是有受到 这个耶路上人总会的支持 还有他们对他宣教的认可 所以他需要提出一个 很有信度的 可信度很高的 这个历史的陈述 这个是他唯一的一个 必要的说法 那我们看了 他怎么来说这件事 在第一章的十五到十九节 他就开始讲 他说我甚至从母父开始 神就已经护照了我 对不对 然后呢 同时在路 在往大马寺的路上 他把神把他的儿子 就是主 启示在我心里 同时叫他要这样 去传给外邦 去外邦人传他福音 对不对 那这之后呢 他本身就这样 没有去跟俗写器人商量 因为他 也没有上耶路上人去见 比他更早做使徒的 他去了亚拉伯 他就说 主耶稣基督 选他当使徒之后 他也没有去找任何人 也没有找任何其他使徒 来谈事情 他反而去到阿拉伯去了 然后过了三年之后 他才去耶路上人 去见了谁 见了基法 就是Peter 然后也见了主的兄弟 雅各 因为雅各当时是主持 这个耶路上人教会的主教 对不对 所以他把这个过程 跟大家讲了 然后呢 在加纳 加纳大书的二章 一到九节 他又讲了 这个之后呢 过了十四年 这个我们在十读新传里面 事实上也有提到 他跟巴拉伯一起上耶路上人去 为什么 因为当时在安提亚教会 就碰到这些犹太化教徒 就旧待日去那边挑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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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性成义的问题 还有这个 到底要不要受割离的问题 对不对 那他去那边以后呢 这个 他就说 那些 那个感动比特 叫他受割离的人 做使徒 也感动我 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 就换句话说 在这个时候 他跟彼得一样都是受神感召 来做使徒 同时呢 在总会的雅各 基瓦就是彼得跟约翰 他们就想 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香蕉制 叫他们往外邦人那里去 然后他们呢 去往受割离的人那里去 换句话说 他跟巴拿巴是要去 跟外族人宣教 彼得他们呢 是要去跟犹太人宣教 换句话说 他的宣教事实上是有受到 耶路撒冷总会的 认可跟支持的 这个他就提出一个 有历史正经的这种辩护出来 所以紧接着在加拿大书的 一章一节那几节里面 他又讲 所以我呢 是当使徒 不是由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 我不是因为人家 说我是使徒 也不是 让别的人说我是使徒 而变为使徒 这个就是他自己 对这个使徒身份的一个辩护 当然我相信 我觉得他在提出一个 非常好的辩证 比较重要一点 我们刚刚 他提出的这个加拿大书 一章十七节里面的经文 他就讲说 他归族之后 逃离大马斯克 就到哪里去 就到阿拉伯去 然后三年之后 才到 耶路撒冷 那这三年里面 他在阿拉伯做什么 基本上他在自己 怎么就是做灵修 祷告灵修 与神对话 那做什么事 他继续得到神的启示跟教导 来重新了解神 整个神的救赎计划 还有福音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了解的是 犹太教 比较老的 那种 传统跟 对神的那种了解 还有那种教导 但是 主耶稣基督 降生之后 给了一个新的教导 但是他没参加 没参加 所以他就借着这三年 直接跟 主跟神之间 做互动 然后 重新来了解这个 真正神的 救赎计划是什么 神的福音是什么 同时他也了解到 耶稣基督的 真正的任务角色 还有他死而复活 死而复活的 真正意义又是什么 然后他也了解到 人 一个罪人的身份 在这个整个神的 救赎计划里面 是如何得到救赎的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他在这个神的救赎计划里面 扮演的任务跟角色 又是什么 这个是他的三年 所以保罗在这个 还没有去跟别人 见面之前 事实上他 从神这边得到 很多很多的这个 见解 这就是他讲 到阿拉伯去三年 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他在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里面 就开始讲 他说我树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我的 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 所以这个 纠代尔在挑战头上 你传的是你自己妄想的 不是不正确的 也不是神的 他在这边 一把博倒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他怎么去 斥责纠代尔 这些犹太化人的 讲的那个福音 他在一章的七到八节里面 他就讲 那些人所传的 并不是福音 他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 然后他就开始骂他们 如果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的不同 他们就应该被诅咒 那这边我就把 刚刚我给他讲 那两个福音的表 一个是别的福音 另外一个是神的福音 这两个 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过程是有一点 不大一样的地方 那个 犹太化或利瓦化福音的人 就叫大家 要根据 根据这个 既有的犹太教的那套 逆法的程序 来走来信教 但是保罗要求大家 经由主耶稣基督这条线 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已经做了很多 神让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变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保罗对这个律法的一些了解 跟认为是为什么 那种律法的想法 到这个时候已经改变了 那律法的颁布最早是 是神在当摩西带的犹太人 出埃及之后 在旷野流浪四十年 当他们到达西乃山的时候 他就颁布了这个实践 就十条诫命 那这个实践命里面 头四条 就有论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人怎么样跟神相处 怎么敬拜神 后面六条是讲人跟人的关系 不可杀人 不可盗窃 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 还有财产 不可受谎化 但是后来 犹太人就根据这个实践 他们就发展出来一套律法 这律法本身总共有613条 其中248条是讲正面表列 就是英文所谓的 饶小 你应该要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 这个正面表列 有365条是负面表列 就是饶小 你不可以怎么样 你不可以杀人 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事实上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大类是讲 就是祭祀礼仪的规范 这个大概差不多有200多条 另外一大类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道德跟公共卫生的规范 大概有300 就是要差不多将近400条 祭祀礼仪的规范在公元49年的时候 因为圣殿还在 所以还可以执行 但是到后来 比如像犹太人后来在六几年的晚期 跟700年的早期起义反抗罗马人 结果后来耶路撒人圣殿就被罗马人毁掉 整个圣殿就不存在了 所以从那个之后 祭祀礼仪的很多律法 就根本就没办法执行 这个道德公卫的规范 事实上到现在还是有蛮多人 是可以执行的 律法法的胡音 基本上保罗会把它写在《加拉雅太书》里头 在第二章三节 第四章的世界里面 他就会提到 第一个是要受割离成为犹太人 第二个在四章世界里面 他讲是要严守犹太的日期跟节期 当然要守隐持的法规 守到的生活的规范 甚至也要守祭祀礼的规范 在公元49年的时候 那时候圣殿还在 所以立法化胡音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看起来就这样 基本上就是犹太教的一些规矩 但是因为要这样做 就会造成什么问题 就造成了外族非犹太化的信徒 与犹太人信徒之间形成革合 最简单就没办法聚餐 因为他们饮食习惯不一样 一个要口修腹 一个是人口修腹 那这当然你就没办法一起吃饭 没办法聚餐 没办法聚餐就很难在一起 侍奉神 对不对 那同时对这个外教的目道者 添加很多困扰麻烦的手续 对不对 那当然就会增加这个传教 或者信主的这种困难度 对不对 这个都是因为采取这种 立法化婚姻的一个问题 保罗就开始来跟大家讲 这个立法化婚姻事实上是不必要的 为什么 第一个当然就是最根本的 因为基督已经来了 要有立法是因为 希望大家维持 能够停留在这个神的恩典里面 那停留在神的恩典里面是这样 因为本来神跟人之间 因为人犯罪而分开了 但是现在基督 基督道成做生 将你的人是为大家而死 为人的罪而死 那他变成 为我们变成我们的赎罪高扬 把我们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重新修好 所以我们就不必要再去走 立法化福音的那一条路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也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 这当然在我后面把几段相关的经文都列在那里 我就不一程述 里面最重要的是 对神的信心 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 所以他就被称为义 同时也得到了神立业 跟他立业说 我对你的后代会有一些应息 会有一些应息 但是这件事是在什么 是在立法颁布之前的430年发生的 方教说 亚伯拉罕被称义这件事 立法还没产生之前就发生过的 所以显介人人被称义 跟立法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 最主要是 最重要是 要对神有信心 所以因信称义 也就是这样来的 接下来他就解释 立法的功能是什么 他说立法功能事实上 是最主要是 就让我们了解到 这个罪的存在 避免我们去犯错 而且立法本身这样 就像镜子一样 他只能造出人 有错误的地方 但是他没有能力 比如像圣灵住在我们心里 他可以带领我们这样 过圣体的生活 但是立法是没办法的 立法没有主动能力 像圣灵一样 来帮助人过圣 圣体的生活 靠近圣 所以说立法的功能是有限的 同时立法也是有暂时性 有时间性 他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 他说立法就像我们的启门老师 他会把我们带领大家 遵守规矩 然后一直等到基督 耶稣来临的时候 是我们能够得到信基督 就因信成义 在三章的24到25节 他也有举立法式上 就像管家一样 就以前古代罗马时代 家里面如果有小孩的话 他们一般来讲 都会找个管家来帮忙带领小孩 一直带领小孩来到大 那这小孩也许就是 是长子 或者是子翅 他是要成绩家业的 但是在他父亲 没有给他家业之前 他事实上就一直在 受管家的带领 但是一旦他长大成人 得到家业 就不需要管家了 随时随信 所以立法的功能 就有个阶段性 这阶段性一到 在阶段性还没到之前 我们是在立法的守护之下 但是关键性日子一到以后 立法的作用就停止 那这关键日子就是基督的导神若身 基督来源的日子 写在四章的四道五节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图表来看的话 亚伯拉罕之耶是在摩西利法之前 对不对 四百三十四年之前 从摩西利法开始 一直到基督降临 到神若身降临 这一段时期叫做立法时期 那基督降临以后呢 就是信心时期 我们只要对基督有信心就可以了 我们不再受立法的钳制 所以立法时期是有暂时性的 那基督降临基本上是以爱人如己 这个戒令怎么样 成选立法 所以基督自己也讲 他说立法 一个字一个斗点 我们都不能飞 还是继续保持 但是我们需要以爱为主 爱是爱人 所以基督就开启了这个信心的事情 那基督的福音呢 就是保罗的福音 基本上就是 在一章的诗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设计 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 那脱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因为信基督而称义 不会因信立法而称义 这个事实上也就是像亚伯拉恩信神 这我们刚刚也解释过 亚伯拉恩的信心呢 是在立法之前 也因为是以信为本人 是就会变成是亚伯拉恩的子孙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所以早就跟亚伯拉恩说过 他说万国都必因得福 所以我们所有以信为本的人 还有信就跟有信心的亚伯拉恩一样 我们就可以一起得到神的祝福 的应许 这也就是一直保罗一直在讲 根本不需要立法 所以福音立法化是一个错误的教导 基督徒福音的信徒 基本上是基督耶稣让我们从立法的束缚 得到释放 得到自由 就在写在加拿费五章的一节 我们信基督 藉由洗礼 归入基督 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圣灵内助 让我们信徒可以成为神的人 同时借着神的赐给我们的圣灵 我们可以盼望成为神的 被神所生的义人 就是因信称义的整个过程跟由来 因为神赐这个圣灵给我们这些信徒 也就是赐给我们一个生活的原则 根基这个原则 我们就可以创造出很多的果子来 所以保罗就在加拿大书的五章 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里面 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圣灵所能够解出来的果子 也就是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原则里面 我们有这个原则 就会寻出这么多的好的生活行为 一个就是仁爱 就是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跟节制 这就是加拿大书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 因信乘义 然后祈求圣灵藏住我们内心 有圣灵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行出 借出很多这个美好的果子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在这里打坐 让我们一起来跟神祷告 好 那我们一起来跟神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您让我们在 祝日早上 能够在这里 念读你的话语 我们祈求您 使健康地生气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度过这 疫情思念日子 也祈求您是 平安给那些在 武克兰战区的人民 让他们能够早日 迎来和平的日子 我们的祷告是 奉主 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而求 阿们 好 那今天我们的主持节 都到这里结束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新约概论24讲 那在下礼拜是 纠约概论24讲 那在下下礼拜 就是5月20号 是新约概论的二书五讲 我们要讲这个 提撒隆文讲 前述跟后述 然后再来是 5月29日又回到 这个旧约概论 希望大家有空 一起来参加 再下来就是 我们的用题讨论 我把电邮跟 WhatsApp的QR Code 都放在这里 如果今天来不及 问的人 所以是您用 我的电邮 或者WhatsApp QR Code 送 你的问题给我 我会很高兴的 一起来跟你讨论 好 谢谢大家